大家好 欢迎回来法式不设限 这一集小长想要带大家来聊聊 身处在现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 那这个技能是什么呢 就是请听 没错大家 你耳朵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来学习这样的技能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察到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我们输出应该说 我们说或者是表达的时间跟机会 远远大于听或者是接收 或许你会说等等小长 ちょっと待って 你是不是哪里说错了 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面 在家里面我上面还有长辈父母 在公司里面 我上面也有主管或者是老板 所以我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在听人家说 而不是我跟别人说 但是这边就蛮吊诡的 小长想要问大家 就是不管是长辈 学校老师 还是公司的主管老板跟你说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 又或者是完全听懂这些人跟你说什么事情 那没错这件事情其实就跟我们是否具备有一个良好的倾听能力 非常重要的关系 我觉得倾听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认知 还有价值观去接收别人告诉我们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 讲老实话要克服并不是那么样的容易 是因为在专业领域上面 沟通需要有良好的倾听能力 而且它相搭配的是一个同理的能力 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当我们在听别人跟我们讲一件事情 或一句话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脉络 那这个脉络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贴近这个人 他的生命经验或者是情境的时候 我们往往听到他说的内容 理解可能一半都不到 那你可能会问小长 我说等一下我怎么 我又不是他 他也不是我 我怎么可能做到完全去理解 他的讲话的一个脉络或一个逻辑 其实真正一个良好的倾听 我们要做到就是尽量减少自己 完全就是照自己思考模式的方式 在听别人说话 实物上操作当然不可能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人可以做到 就是对方讲的百分之百意思 我们完全都catch到 但是我们尽量就是客观的去贴近 别人他想要讲的一个话的内容 那今天请听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是听别人说 就是对外来讲听别人说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作为一个对宗教 我对身心灵有兴趣的同学们 大家和我们来说 其实另外更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去倾听你内在的声音 这件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讲 也是非常的困难 那我为什么会发现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当然也是跟我最近这几个月的生命经验有关 于是我就在回顾自己以前的一个状态 那必须老实跟大家讲 如果有蛮多听众朋友认识小厂本人的 跟我有很多互动 就知道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我认为我是一个蛮为听别人说话的人 那这件事情也是一直以来 我都是自己等于说有保持一份绝躁的能力 在听别人讲 但是我发现这样的能力 当我进到 从年初我进到了临床上面之后 我就发现这样的能力 其实还需要不断的被紧紧 在请听的过程当中 我也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前面跟大家讲的 其实在这个时代 我们说比听的时间来得多 在说的过程当中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当你生命碰到一些卡关的时候 或碰到一些痛苦的时候 你会去找自己很好的闺蜜家人 来诉说你的这个卡关的点 或者是过不去的情绪的部分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些人好像只要默默在那里 听你去倒 不能说倒垃圾 就是听你去涂一些苦水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有受到他们的支持 即使他们并没有实际上给你太多 很明确的建议该怎么做 单单能听你去讲这些话 这样的一个人 对你来讲就是重要的 于是接下来我就要带大家来聊一下 在佛教里面 又是在宗教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到寺院里面 跟着佛菩萨 或者是到庙里面去跟这些神来 诉苦祈求 不管是生命卡关 又或者是你有想要完成的事情 跟他们说的时候 为什么会得到 得到祝福 得到疗愈 我觉得好像似乎跟倾听这件事情 有非常大的连结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到寺院里面去除了找 像小长这样身份的师父之外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直接跟着 神像或是佛像 菩萨像来诉说 我们心中所想要的事情 或者是痛苦的事情 那我们也知道这些佛像神像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 像正常的人这样 会跟我们回应的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 他就是非常的慈悲 看着我们 然后听我们讲 那在这过程当中 为什么可以得到疗愈 我觉得就是像前面跟大家讲的 今天有一个安全 而且一个舒服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 又特别是像这个佛菩萨 我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超越物质体的存在 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内心就会觉得说 我们把这些不好的事情 透过跟佛菩萨讲了以后 他们会来协助我们 所以讲的过程 本身它就具有疗愈的效果 那说到倾听的话 就不得不提到 佛教里面一尊非常 在我们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菩萨 没错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大家知道观世音菩萨 他修的法门就是从耳朵 在佛教里面 我们讲说他是修这个耳根 透过耳根的修行达到了远通证物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其实可以去看一部经典 这部经典非常的重要 这个经就叫做认言经 那认言经里面有非常多卷 其中有一卷叫做 观世音菩萨 那其实认言经在汉传佛教里面认为 如果你想要开悟的话 你一定要去读这一部经典 那里面后半部分有介绍了25位的大菩萨 他是如何透过我们的六根修行 观世音菩萨好像是最后一个登场的 那他的修行方法就在这个 认言经的耳根源中章 有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他那时候透过耳根的修行 然后访文文字性 那关于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初学佛的朋友来讲 非常的困难 那我试图把它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来介绍给大家 并且也跟实际自己 小长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感受到的 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主要就是前面跟大家讲到 关于倾听这件事情 有分成外跟内 所谓的外就是说 我们每天各种关系里面 我们会要跟别人互动 互动工程当中除了我们跟别人说之外 很多时候其实别人也会给我们回馈 又或者是我们是单纯 就是只是接受别人跟我们讲一些事情 我们就在听 这个是属于外的部分 那观世音菩萨当时的修行 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在海边 然后听了这个海嘲音 所以我想大家知道 观世音菩萨根本到场 在佛教经典里面有讲就是南海菩陀 那南海菩陀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像海滨的地方 所以观世音菩萨最早就是听外在这个声音 海的声音 那听着听着从外而内 那内是指哪部分呢 刚刚小长前面有讲 其实请听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外在 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资讯非常的多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接收到那么多的资讯 我们并不一定能非常好的去吸收 别人跟我们讲的话 不管这个话是直接听到 用声音的方式 又或者是透过这个社群媒体 它是打字的 我们看了以后 进到我们的意识里面 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当时修行 也是由内而 由外而内 讲错了 怎么由内而外 就是从倾听别人 然后进到自己的内心 去观照当我听到别人 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内心有什么样的反应 有什么样的情绪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自己内在的念头 或者是认知 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在听一段广播 或者是听老师讲课程 现在非常多的课程都数位化了 那你对于有一些内容非常好 你可能会反复的收定 听了听了以后你就会发现 怎么前天听跟这一今天听的感觉不一样 那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过去小禅 在道禅里面参加禅修活动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放圣言师父的开示 那我就会发现说 我半年前听师父的同样的开示 我半年前听的感觉 跟半年后听的感觉 怎么完全不一样 即使师父讲的话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我听的感受就不一样 就表示其实我们的内在 也是不断不断的在改变 那当你看到这一层意义的时候 体验到这层意义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内外均不可得 那其实在论言经 观世音菩萨耳根元通章里面 也有叙述到这一点 就是观世音菩萨从这个 熏习佛法以后 文师修开始修习这个耳根元通 那听着听了以后他就录定了 录定了然后他就回到这个本性里面 那到本性里面他就发现 这个内在跟外在不管静跟动 这两个部分 其实他都不是究竟的存在 这时候他的物精就现前了 但是到这个时候还不够 他还要超越 就是连这个物精都不可得的时候 这时候他就体验到 所谓的极灭 佛法讲的最究竟的极灭的现前 那在实际的操作上 不好意思小长还没震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只是用白话的方式讲给大家听 基本上我觉得很可以实际操作的部分就是 我们可以透过请听的方式来练习 练习怎么说呢 就是去听别人讲 放下自我的成见 去听别人讲 那听别人讲的时候 当我们能同理或是跟对方同在的时候 对方的这个经验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内心 那在这个内心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透过别人跟我们讲的时候 一定会引发或触动我们内心的一些生命经验 又或者过去的曾经可能跟对方碰到同样的情境 当然每个人的生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百人站在对方的立场 是因为我们没有他一样的生命历程 但我们只能尽量坐在同在 所以我觉得这边也蛮有趣的一点 就是我们都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是 大慈悲的一个代表 如果我们今天这个请听人力做得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身旁的 不管是好友或者是亲友 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 对任何人来说 你都是一个非常慈悲的存在 为什么 因为你都可以去听到别人想要跟你说的话 甚至别人会非常喜欢找你讲话 是因为发现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好像都能catch到他心中的那个点 那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找到这样的人 是因为就像我说的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倾听陪伴的人 其实是不多的 其实是不多 那这个也是小长这一阵子 一直在学习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会倾听的人 基本上你就是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你可以说就是他的化身 你就是一个慈悲的代表 因为你可以透过倾听 然后给予对面跟你讲这个人的 一个情绪的陪伴 甚至可以去针对他卡关的点 做一些建议 那对方会觉得 哇 他认识你真好 那再来还是回到这个佛法里面的修行 就是透过倾听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反而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是别人的生命 是别人的经验 是你曾经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所以由外而内 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身为宗教喜爱的大家 身心灵想要超越的大家 我们更要倾听内在的声音 那这个内在声音 我知道有非常多人在讲说 内在声音就会带领 去到一个生命超脱或超越的地方 那其实对佛教的概念来讲 如果你有这个 保持这样的一个绝照跟正念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内在的声音 也是无时无刻的 不断的在变化 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存在 所以什么是一个 真正的内在的声音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留给大家 又或者你曾经体验到什么 也欢迎你跟小长来分享 跟大家来分享 以小长自己的经验来讲 就是其实你的内在 也不断的在跟动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体验到 佛教讲的无常的这个概念 当你有了深刻的这个 无常的概念了以后 其实非常恭喜你 你在生命的很多的阶段 其实你碰到问题 你的那个烦恼来得快 也去得快 因为你的这个无常的体验 越深刻的话 你的这个烦恼来去 就会比较快 就不会卡关那么久了 所以你可以用观世音菩萨的这种 耳根圆通的方式来练习 从倾听外在 进而转向内在 然后去客观的去看待 外在跟内在的这些声音 这些环境 带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经验 那如果心性非常的稳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些东西都是不断的 迁流变化 也就是所谓的因缘生因缘灭 没有绝对一定某一个状态 那以上就是这一集小长 简单的想要从现在人 我觉得大家 我们都可以一起努力的来练习 倾听的这一个能力 讲到在佛教里面 其实我们非常熟知的 观世音菩萨 他修习这个耳根 最后正的圆通 达到涅槃境界的 一个简单的过程 那一样如果大家喜欢 小长的这个节目 我身旁有人对于宗教 特别是佛教有兴趣的 请帮我把我的频道 分享给他们 好的 那么我们就下次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